台北市正在举办世界设计大展 文化局势花了四千万 把这附近的荷花池旁的步道做了整修 但是整修之后被批评路面不平 超级难走 而且呢这个石板步道的缝隙超级大 女性朋友穿高跟鞋来到这里 很容易就会发生被卡住的尴尬情况 女性朋友穿高跟鞋 走到这条石板步道可得特别小心 否则很容易就会上演尴尬的卡跟秀 台北设计大展外头呢 铺设这种美化的人行道 但是很多民众反映超级难走 凹凸不平 穿高跟鞋还很容易就卡到缝里头 有一点点卡跟啊 他这个缝气太大了 还有大大小小的石头不一样的 他们是便宜行事 本来数学你就该挖一个数学的范围出来 然后旁边把它铺平 变成一个完整的人行道 可是他们呢为了赶工为了便宜行事 500公尺长的步道铺设不平 高低落差大 不只走起路来歪歪斜斜 甚至很多民众在这里跌倒受伤 每块石板间又留有超过一公分大的缝隙 也难怪卡跟平传 这条人行步道是否配合设计展花了四千万整修 以美化为出发点却是难走到不行 民众麻烦是否承诺年底前尽速改善 追求李庄华刘晓琪台北报道